HELLO 啊 嗨 你好 我是翠翠封面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呢? 大家看下去就會知道囉 那進入遊戲前先讓我介紹一下我們的特別陣容 叫做全隊變身陣 分別有安格列 葉娜 芽芽 克萊斯 及莉莉安 每個人使用完大招之後 或多或少都會讓一二技能產生變化喔 遊戲一開始中路非常熱鬧 我們家輔助跟射手想要反對面藍區 但是呢 我剛好消耗到對面這個羅爾很多血 我的一二技能又快要轉好了 就跟著他跑啦 我們家的芽芽也跟在我屁股後面 我一個閃現一個二技能 可惜羅爾用他的二技能閃過了 我這邊就是抱著似死如歸的精神了 我就想要收掉羅爾 可惜沒辦法 好 先我們家葉娜尖角哥哥來幫我一起打這隻熊貓 讓我們成功拿到手刷啦 來介紹一下美路我們是用什麼角色玩的嗎? 凱撒路就是邊緣人葉娜 是我們尖角哥哥擔任 打野是新騎伯伯的安格列 魔龍路這隻超特別 是交給克蘭斯 應該沒有射手能打死他吧 輔助就是芽芽 中路就是莉莉安我啦 對面說了一個尖角好帥 什麼 給你100分 沒有說到翠隊好正嗎? 那只好拿薩尼來換命了 我們四個變身小隊追著這個薩尼大 我們魚人變大隻了 成功推到薩尼 這個薩尼有夠硬的 好險呢 我進入塔內下了一顆蛋 成功收掉薩尼的人頭 然後呢 我要在塔裡面游來游去 成功在擊殺掉羅爾爾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哇 我們這一波實在是有夠兇耶 我發現我們這五隻角色的大招 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傷效果 你看安格列就是不會死嘛 葉娜大招有減傷 芽芽大招 芽芽根本不會受到攻擊啊 然後我們的魚人大招 哇 護盾那麼厚 還有莉莉安的大招 那零點幾秒的無敵 對面羅爾說 我很榮幸被尖角殺 欸 剛剛殺你的人是我耶 呵呵 啥妳說倒M啦 哇塞 我發現這場芽芽 是不是定居在我頭上啦 我好像沒有看她下來過耶 呵呵 來到上路 克萊斯又變海王了 追著這個有四段位移近人的熊貓 我感覺我追不到啦 只好先斷一下兵線 然後看一下 噢噢噢噢 我們的葉娜也過來支援囉 這邊上面有一隻羅爾 究竟可不可以打她呢 但是我們魚人已經沒有大招了 我想說撤退一下 先來中路清個兵 但是魚人好像被追著打 好像要被滑爆了 我們家尖角就這樣衝出去了 哇 他打出非常多的傷害 對面的薩尼跟羅爾都殘起來 趕快過去幫忙一下 成功收掉薩尼的人頭啦 哇 這個薩尼真的是為了救羅爾 所以犧牲他自己輔助 好感人喔 我們這個陣容呢 怎麼看後期都會處死 我們前期算打的蠻順利 然後開啟這條魔龍 但是不幸被對面發現了 好險我們的馬哥安格列 有成功擊殺掉這個魔龍 所有隊友都開啟大刀衝到前面去啦 有個原點呢 看到一隻飛回來的蝴蝶 蘭鐸 趕快上去抓抓他 搭配芽芽力量原地 下一顆蛋帶走了蘭鐸 隊友太兇啦 直接殺到對面塔裡面去了 而且對面羅打增傷的 直接收掉我們克萊斯 最後我也不敵倒下啦 芽芽成功下車了 我們家尖角葉娜 也匆匆趕來支援 可惜 可惜好像有點 寡不敵重 尖角倒下了 只剩下我們一隻小松鼠芽芽 看來他也難逃一死 最後也不敵被擊殺啦 哇 我們完成了一波團滅 實在是太華麗了 對面說很高興可以遇到你們 芽芽說買五十送一件 蛤 是什麼意思 要買嗎 什麼東西 買衣服嗎 對面也表示說問號 什麼 就薩尼最捧場 薩尼說好 芽芽說牙齒 蛤 牙齒 羅說不了 薩尼一如往常的捧場說OK 索文說內褲能嗎 這個聊天室怎麼越來越奇葩了呢 給你們看聊天室的同時 我還是要趕快趕去上路清兵線好不好 上路兵線進來了 對面有一隻蘭鐸跟祖卡 好 現在我頭上還有一隻芽芽 我們是二打二應該是不會輸 我覺得對面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邊打字邊玩遊戲 我完全沒有辦法 我打三個字可能要花我十秒 因為我還會選錯字 所以我在遊戲裡面 基本上都是不會打字的 聊天室開啟了尖角原位內褲 還有臘位內褲買一送一賀 有沒有觀眾要團購夾一 在留言區留言一下 阿貨不要找我拿 去找尖角 來到中路看到我們四打二 一言不合就直接原地下一顆蛋 我們的魚人開啟大招變成海王之後 他被薩尼推到塔裡面去啦 哇 這一波 我們這場隊友都是吃勇敢長大的 都是無所畏懼的在別人塔裡面有來有去 我是怕了啦 好險尖角最後把羅威收掉 他那個滑 欸 阿為什麼這個薩尼還活著 他太硬了吧 竟然比我們家魚人還硬 羅威很應景的說了一個yes 我們家魚人非常難過 現在躲在廁所窟 回來更新一下直播帶貨的最新消息 克萊斯說 私訊我IG洽談尖角原位限量內褲 薩尼非常有興趣 港盲萬訂價是多少 豬卡也很有興趣 他想要問一下團購價有沒有優惠呢 海王老闆克萊斯表示 買五送二 芽芽緊接著跟上優惠七五折 薩尼表示有雞汁口味的蛙 等一下 我覺得這好像怪怪的 好啦 我們直播帶貨的訊息 就先更新到這邊 回到遊戲畫面 這個薩尼呀 一看就想要推我們三個人 好險我們閃掉了 但是每個人 每個人哇塞 我們安葛列怎麼變那麼大隻 隊友又發瘋了 就在對面塔裡面有來有去 我的天啊 完蛋是不是好像要出事了 對面這個蘿兒又滑起來 連著我拼命猛滑 我交了一個閃線 然後安磊跟凝霜 躲過他的三個標標之後 再成功抓抓抓反殺掉蘿兒 可惜逃不走啦 被索文幹掉了 對面蘭鐸拿到雙殺 我們家的瑪哥成功活下來囉 接著就是買方跟賣方 感覺有經濟上面的糾紛 所以看到對方一言不合 就直接開打了好不好 一波打完一波又起 真的沒騙你 我們魚人又變成一隻海王了 原地下了一顆蛋給蘭鐸 我們隊友又開始很勇敢的 在別人二塔裡面滑來滑去了 我的天啊 一個一二技能 把對面蘿兒打到超殘血 但是這邊好像剩下 我跟葉娜兩個人而已了 有點危險 交了閃線快跑喔 熊貓想壞壞 惡意技能暈作搭配 喔喔這波 喔這波有捏 欸這樣好像又沒有了 好像又不行了捏 我們家葉娜究竟可不可以 幹掉這個蘭鐸呢 喔這個這個P這個閃線 葉娜快跑喔 我們尖角哥哥最後有沒有成功 活下來呢 他的他的對面草叢也有一隻殘血 蘿兒 蘿兒要遇到他了 喔我們家尖角哥的難逃一死啊 但是我們兩個已經撐得非常好了 蘿兒表示 抱歉的尖角沒有辦法 我太愛你了 不殺你一次全身不舒服 尖角表示 我不要你的愛我要檢舉你啦 接著來到非常溫馨的畫面 我們賣方準備跟買方交貨了 請大家都來我們高地塔面前集合 排隊不用急不用急 買五送二七五折 內褲一條一條來 這時候莉莉安還在遙遠的屏東等待復活 等我一下 馬上就到好不好 莉莉安帶著八條內褲來了 來了 我們準備要交貨啦 正在交貨的同時 哇結果我們安格列是黑商啊 拿了錢之後沒有給內褲就想跑 所以他開始大招衝出去 我們魚人也變身為海王穿的超大件內褲 衝過去了 就這樣不講武德的 瘦掉了對面三隻 我的天啊 我的同夥怎麼都那麼黑心啊 都是黑心商人耶 我們這一波太壞了吧 直接退掉對面的中路高地塔 究竟可不可以退掉對面的珠寶呢 頭這邊又非常勇敢 在對面的珠寶裡面游來游去 但是對面的索文什麼誰 索文爐全部都要復活了 感覺要出事了 感覺要退囉 這邊我還有三格的血啊 結果索文一個藍彈流 我直接不見好不好 直接被擴散傷害回家泡溫泉 那我們家耶娜尖叫我哥哥 最後也沒有躲掉蘿兒的珍傷 最後剩下我們一隻小松鼠芽芽 對面說雞巴退訂 呵 退訂 我們的海王還說 等等一起回家好不好 啊 對面不會再被我們騙第二次啦 對面不會再跟我們買內褲了 哇 憤怒到連最爛 弗洛倫這種留言都出來了 可見索文內心的憤怒 我們章魚道歉啦 如果對面有人剛好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你們就原諒一下章魚吧 最後這邊我們看到對面 偷偷在開啟凱撒了 這個凱撒血啊 竟然被蘭鐸給搶掉了 接著就是一波混戰啦 真的是非常混亂 完全看不懂在打什麼東西 反正呢 有招就是亂丟 然後芽芽依然就是那麼安心的 待在我頭上 但是我覺得 大事不喵 大事不忘 呵呵 趕快跑喔 隊友死光光了啦 我們究竟可不可以 憑著三己之力手下這座主堡呢 欸欸欸 這個這個這個熊貓想幹嘛 嚇得我從下路這邊繞來主堡 清得掉嗎 好像不行耶 這個熊貓果真坐上來了 我一套想要清那個兵線啊 清不掉 最後我們尖角奮力的把兵線清掉了 但是對面無兵點塔 最後不敵對面人多勢眾輸掉了 這場遊戲啦 這部影片教會我們什麼 經商就是要保持誠信原則 說好面交給內褲 就必須給出內褲 不然主堡爆掉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恭喜我獲得本場MVP 那這一場的全隊變身流麥內褲大賽 就帶給大家囉 感謝這一場跟我一起玩的隊友們 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